為什麼? 大隊全國賽 剛好有這個機會 南投國小的棒球隊得到全線的總冠軍 就藉著這個機會請他們小朋友鼓勵一下 吃個飯、吃個火鍋這樣子 看能不能成為下一個王建民 還是民宿好 我們為孩子感到喝彩 好多的好朋友也都在關心、支持 今天能來這裡 我們謝謝杜駿利老闆 那也是我們學校的志工 也是學校的顧問 南投國小棒球隊生理5年的時間 平常是在那裡拿球隊來做困難 剛才中隊不是專門的老闆 有時候還想拍拿球的假來拍球 不過學生去學者的問題 用真正的合式態度來拍攝他們的好心情 水泥地 會不會很辛苦 會 會 那怎麼辛苦 自己要去適應比賽的節奏 還有比賽場地 跟平常練習的不一樣 因為水泥地彈起來球會不會很快 有時候打到會痛 對 那一天練幾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對 你有想放棄的標籤嗎 沒有 那剛好我們的小朋友就是都很穩定 那也抓住了對方不穩定的時候 讓我們大舉進攻 所以就 全部都贏球 我們就獲得第一名 有其他的學校跟我講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贏 就是因為我們的投手很強 那我就告訴他 因為我們學校只有籃球場 所以只能練投手 雖然是共産處 不過也是選手必須在結合的問題 你在接受大家的高雷了 高雷林幼倫之處 所以來自將近一國會 將嚴棄來訓練 一方參加中國賽 也好表現 記者 您是 彩虹報導